然后呢 我希望能给各位再提前20分钟结束 让各位再做20分钟以小组讨论 我们礼拜四的所谓公听会的报告 所以原则上来讲 今天我希望能够在11点40 我们能够报告完毕 那最好简单的方式就是现在开始报告 可是现在人数还没有到齐 所以呢 看我们怎么做 现在是9点3分 这样好了 我先让各位做抽签分组这样好不好 然后呢 现在各组是不是都到齐 有没有到的这样 我问一下没有到齐的啦 好不好 好 有没有现在哪组全部到齐的 第7组 哪组 失去三龄的孩子 失去三龄的孩子 真的到齐啊 OK好 江明璇 好 王若倩 陈毅玲 苏彦玲 林伟杰 OK 好 因为人少所以全到齐了 好 还没有哪组全到齐的 没有啦 那我先问一下 那个各组都有人到了吗 世界又热又平又急 有没有人到 有啊 OK 好 嗯 从摇人到摇篮 OK 好 少年小树之歌 OK 呃 杀菌年纪 杀菌年纪到了没有 好 这组 呃 哈哈 全部口笨这样 你的组这样 好 然后 三猪飞鼠 萨格努 OK 好 呃 女农桃山志 OK 好 呃 生态经济大未来 好 现在我让各组你出来 呃 这组很多人啊 没有到齐啊 没有啊 缺几个 缺谁啊 啊 人太多了 到不了这样 好 呃 各组一个出来代表 抽个签 然后 呃 不是啊 是我抽 哦 那我抽对不起啊 我抽啊 我不知道 那我抽好了 我抽之后呢 就决定了次序好不好 好 哦 呃 这是我抽先 第 第一个嘛 就 抽到就第一个这样好不好 好 那这样的话 他们不用准备吗 还是我 我 我一次把它抽完 还是 一次抽完好了 第一组 三猪飞鼠 萨格努 可以吗 第一组 好 第一组 哈 OK 帮我记一下哈 第一组 他们做报告 然后第二组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是谁哈 第二组 第二组是 呃 生态经济大未来 好 可以吗 哈 好 第二组 生态经济大未来 第三组 第三组是 世界又热又病又急 好不好 第三组 哈 嘿 第三世界 第四组 失去山林的孩子 第四组 哈 第四组 OK 第五组 少年小处之歌 第五组 哈 嗯 OK 好 第六组 第六组是 呃 杀菌年纪 来了没有 还没有来 但 好 那现在第六组哈 再来告诉他们 这一组 对 这一组 这本书比较难啦 所以当时大家都不选他 后来 迟到的都被强迫选这个 从摇篮到摇篮是第七组 哈 摇篮到摇篮 OK 第七组 好 第八组是 呃 第八组是呃 女佣陶山智 第八组哈 第八组 OK 好 呃 我再花两分钟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些呃 介绍 好 那我们十分才正式上课 这样好不好 所以正常是让第一组上来做报告 所以第一组可以做准备 好 呃 呃 会想再说一点 白兰让你直接报告 会想说一点是因为人数看来还没有到期啦 所以我还是在简单介绍 其实这学习的课程 我们重点是什么 那到底想讲什么这样 好 事实上我们该讲重点啊 大概都讲完了 如果你应该记得 我们的主题叫环境伦理 我们叫永续发展 所以基本上如果前后的时间来讲的话呢 我花大概一个礼拜时间讲永续发展是什么 我花一个礼拜时间讲什么叫环境伦理 我大概花了一个礼拜时间上礼拜 讲环境伦理永续发展 跟生活中落实的关系在哪里 大概讲了这几部分 好 那么讲这几部分的用意是 呃 这整个堂课的核心重点 不过 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 怎么可能把永续发展在 一个礼拜六个小时讲完呢 当然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介绍课程期做一些选择 大概把几个重要精神 重要内涵告诉你 然后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 举例说 你想参加 呃 上次有同学讲 他参加所谓的 代表台湾参加联合国的 呃 学生的所谓的工厅会 代表国家的类似永续发展工厅会 那你就知道说什么叫永续发展 那什么叫永续发展内涵 你会知道说世界发展趋势是什么 你会知道说要准备读什么 看哪里这样 所以我们提供所有这个资料 给各位 我想读书大概就 你大概上课只要从 课程当中知道的方向 知道的内涵 那这次我开始就强调了 你不要期待在 一本教科书把内容都读完 因为读完一本教科书内容 不等于这门知识 这门知识如果到教科书 时差大概五年以上这样 什么叫时差五年以上 所有的知识啊 画成文字大概一两年 到出版书籍大概是五年 所以如果你读教科书的东西 大概都有一点老旧这样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对任何一个主题 有教科书只是个基础 你要做什么呢 你常常可以到几种做法 我想如果你是大学生 会有一种 学习知识的方法很简单 学校一定有所谓的 所谓的电子 或者是数位的资源资料库 对不对 应该用过嘛 如果没有用过就很可惜 他会告诉你什么 他会告诉你 期刊上面相关的研究成果 入文期刊 所以如果 我不晓得大学 台大这几个大学都有 你们学校一定有提供这个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相信 你做一件事 你把永续这个字 叫Sustainability这个字 你把这个字打上去 你会发现出来是几千笔 上万笔的资料 所以再回想一下 如果倘若 你想谈的话题是 把永续这个字 放到你有兴趣的主题 例如说 你是搞会计的 你把永续跟会计两字写在一起 你打上去就发现说 至少还有几百笔的资料 怎么来个资料呢 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 把永续把会计合在一起的论文期刊 有几百笔这样 所以如果你在读书的 你要思考 我们介绍只是一个永续的大概 什么叫永续发展 什么叫环境伦理 如果你有心谈的话 对你的专业 或者对哪个主题 你有兴趣把它做连结 那你就看看 学者专家做的是什么 好 这是 这是期刊论文 如果你不喜欢期刊论文 就是说你不想那么深刻的话呢 还有个方式你一定会到Google去找 对不对 到Google去找一定可以 Google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也蛮好的 Google里面叫Google Scholar 你有用过 也用过 Google Scholar也很重要 它里面谈到的是 跟比较研究相关的主题 研究相关的主题 那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很简单 你上一门课期待就是 藉由这门课大概到底进门 到底什么叫永续发展 什么叫环境伦理 接着如果你对这主题有兴趣 当然我也提供了一个数位学习网站 你可以看内容 但是这内容大概也都五年以上的资料 到那里面其实有点老旧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得到最新的讯息 或者对你的研究兴趣有兴趣有相关的话呢 建议你几个多利用电子期刊的资源 多利用Google里面的Google Scholar 跟研究相关 如果再来查Google也可以这样好不好 好 第一组可以了吗 只来两个 只来两个 那边要什么报告 只来两个 那边要什么报告 这样在催人啊 我们让第二组先来好 第二组是谁 生态经济大会先来好了好不好 好 可以吗 您能到期了没有 到了的 对 到很多 可以了 生态经济大会来先报告好不好 我们报告多长时间 多久 他们是多久 15到20时 我知道 我知道 呃 什么 对 好 我们原则报告时间 以15分钟原则这样好不好 到15分钟会 会告诉你可以下台了 所以几乎能在一分钟内把它做结束 可以吗 好 那其他同学就 呃 其实我当时的构想这本 今天这门课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哦 提供这么多本书给你看啊 你不会还能自己看 所以最简单方式是什么呢 最简单方式是 我分成八组 每一组把一本书看完 他把重点精华告诉你 那如果你有兴趣再把它去看这本书 没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我们鼓掌欢迎 这一组生态经济打位来 好 等一下要准备一下这样 好 好了 他准备我点名好了 好不好 来 好 咱 resí下 把他摔坏一点 呃 我从你 从那个 呃 世界幽人幼石幼石 好 张小函 张小函 好 来 来 好 那边来 杨洛轩 好 好 我 呃 好 连心圈 好 呃 放兩千 好 不夠大 OK嗎 可以打我一下 OK齁 沒有人有意見 我就用 這樣子喔 就這樣做做 OK 好 夾著 不知道 好啊 就這樣吧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是 生態經濟大未來 這就是我們的書名 然後 他這本書主要就是 舉出很多 生態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觀點 然後用生態學家的觀點 去攻擊經濟學家 對 然後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開始 然後下面是我們的組員 然後 我是蔡亞廷 然後首先大家覺得 就是如果要看一個國家 他到底有不有錢 要從哪裡看 大家覺得 好算了 我還是自己回答好了 就是 就是 GMP嘛 就是國民生產毛兒 但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數字 有沒有加入過環境耗損的成本 不可能嗎 對不對 而且 等一下還會再說 所以 這本書的作者就說 GMP這個數字根本就是個屁 因為他從來沒有加入過環境耗損成本 提出我說 GMP 他是說GMP都在騙人 然後接下來 他一剛開始就提出了 經濟與科技的三大謬誤 然後他還蠻有趣的 他是用三個 有點像故事性的來介紹 然後首先我們看第一個 第一個叫瑪麗皇后式的經濟學 嗯 這是建立在一個皇后和她的仆人的對話 有一天啊 還是不夠大聲 不會 哦 好 就有一天啊 仆人就跟皇后說了 皇后娘娘現在法國全國鄉下都在鬧饑荒 幾乎人人都沒有麵包可以吃了 但是這時候皇后回答了什麼呢 我皇后都不擠了 小禮子你擠什麼 沒有麵包肯是不是 那何不叫他們去吃蛋糕呢 但我們發現這個對話 他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麵包和蛋糕它的原料 不是都是一樣的嗎 對不對 而且 嗯 然後怎麼說 我說什麼 然後 就是這個故事 是要說什麼 就是那時候有個經濟學家 他是這麼說 他說全球暖化會帶來影響 會造成世界上 對世界上 只會對世界上的農業 會有影響 所以 但是農業對那種 開發 開發很好的 就是 以開發國家 以開發國家的國家 就是佔他們的GMP百分比 是很少 比如說美國 他們的農業部門的 GMP百分比 是百分之三而已 所以 那根本就不造成影響啊 可是 有一句話就叫做 民以食為天嘛 就是 人們如果沒有糧食 那就算他的GMP再高 那也沒有用啊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個 沒有糧食 我們把他改成魚 愚蠢的路人 就是也是一個故事 然後 就是 在一個路上 然後有兩條魚 就是 他們就躺在路上 就快死了 然後 魚就說啊 好心的人啊 請你救救我吧 給我一點水 然後這個路人就說 好的 但是我現在有一點事情要辦耶 明天回來是再帶水來給你啦 然後魚就說 不行啊不行啊 到那時候你就等著幫我休息囉 對 而是這個故事又在說什麼 就是 人類總是認為科技 科技發 我們科技那麼發達 然後對於我們破壞環境 以後 就算我們再怎麼破壞環境 一切一定都還得及 我們的科技一定來得及 彌補一切 對 但是其實 嗯 我們被破壞的環境就像 很哽的說 就是被打破的杯子嘛 再怎麼黏也黏不回去的 對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我不想講他的故事 等一下再跟你說 就是 對於一時的成功自大自滿 就是 人類可能 偶爾會一時興起 就想說我們要保護環境 對 但是 但是 保護環境的活動 當然會 有所成效 因為我們破壞的太多 但是 有所成效 他們就會覺得 我真是十分厲害 我的 我覺得我在亂講 嗯 就是一切都十分的成功 但是 其實我們做的 我們做的一切保護活動 只是我們破壞了 一點點而已 就是 嗯 我們已經破壞那麼多 一切都已經無法回到原本最剛開始的樣子了 就是一切都是我們在自大自滿 然後這本書 他的例子是在說 就是 他用一句話說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麼常打老婆 我以前常常打老婆 然後我只是現在不再那麼常打老婆而已 他是用這個例子 可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對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的 嗯 等一下要承接下面 我會先講這個 就是 經濟學家認為土地只不過是城市和城市之間摘種穀物的空間而已 就是 就是他們 就像剛剛我講的沒有問題 他們覺得 科技 就算我們土壤再怎麼破壞 科技總有一天還是可以替代我們的土壤 所以現在犧牲土地來獲取商量利益是OK的沒有問題 但是 現在全球受到嚴重侵蝕的土壤已經相當於美國領土的兩倍大 而且這本書是年代有點久遠 可能現在已經更多了 然後接下來是要比較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 那我們用這兩個三角形來 來表示 就是經濟學家的金字塔是說 經濟學家著重的是什麼 他們經濟學家覺得最重要當然就是錢啊 那錢從哪裡來 錢從商品來 那 商品 商品是最有價值的 那 商品下面 商品是要經過加工 然後 加工 加工的來源是農作物 但是 一層一層他們覺得更沒有價值 因為 市場商品是經過最多的加工 然後所以價值也最高 然後 那生態學家的觀點又不一樣了 就是 我剛剛說過一句話 就是 民以食為天 那 我們的糧食是怎麼來 我們糧食當然就是從我們的土壤來的 那我們沒有土壤就沒有我們的食物 我們沒有食物 當然就沒有那些動植物 沒有動植物就沒有我們 然後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 他因為 這本書他會介紹一些經濟學家 他如何 計算他的價值觀 他是怎麼用一些 一些 他只會提出專有名詞 他不會跟我們講公式 但是他會先跟我們 大概提一下 他是什麼意思 然後經濟學家他怎麼計算這些東西 然後第一個名詞叫做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當然就是計算那個東西的成本 但是 嗯 大家 我剛剛剛開始講的 GMP他從來沒有加入過環境耗損的成本 但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環境耗損的成本要怎麼算 他根本就是沒有辦法算的 對 就是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 就是 他只能憑感覺 就是憑你個人的主觀 比如說經濟學家他就會覺得比較不重要 或是生態學家就會覺得很重要這樣子 然後第三點 我會先談一下邊際 邊際的概念就是物以稀為貴的概念 然後舉例來說就是 比如說一整片的森林 比如說我們現在地球回到最原始的形態 然後有一整片的森林 然後我們怎麼砍都沒關係 所以那些木材的價值 對於經濟學家來講是不是就是 就是很廉價的 但是對於生態學家來講 這一整片的森林 它可以維持一整個生態系的平衡 它是無價的 但是 這怎麼沒有看 好 沒關係 然後但是如果這個世界上就是已經 世界末日了 只剩下一小片的樹林 那那些木材的價值對於經濟學家當然就是 那我剛剛說完物以稀為貴 當然就是比較高檔 然後 但是這一小片的樹林已經對於生態環境的平衡 沒有任何的幫助 所以對於生態學家 是 是一點價值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 它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很像 兩個互相 那叫什麼 反正就是相對立 對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名詞叫貼限率 貼限率也很簡單 就是看它表面上 就是一個東西換成現金 然後 是現在換成現金好呢 還是以後換成現金好呢 但是經濟學家就說了 就是他覺得現在換的現金 比未來換的現金更好 比如說我老師之前有說過 就是石油應該要現在用完 還是 現在留著 然後以後再用 比較好 然後大家還記得老師那時候答案說什麼 好了 還是我自己講好了 就是 就是 好 就是 就是應該要現在花完 為什麼呢 因為以後會有生質能 那時候石油就沒有價值了 所以當然要現在花完 那錢呢 錢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每天都要當成自己活著的最後一天 那如果 就是每天要當成自己活著的最後一天 那是要花錢好還是存錢好呢 我存錢換明天就沒得用 所以當然是花錢好 那 還有砍樹 砍樹到底要現在砍還是以後砍 我們想想喔 明年的樹會比今年的樹再多長幾公分 沒多少嘛對不對 所以 倒不如就是現在砍一砍 然後拿到銀行裡面生利息還比較有價值 但是 就是因為樹的生長速度很慢 然後肥沃的土壤生長的速度也很慢 所以這些東西 才有它的價值 我們話不能這麼說 好 現在換我換下一個同學 好 這邊要不要讓他一點 好 我幫他那個就是這樣 好 那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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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OK 好 那 接下來我們提到那個全球垃圾的問題 那全球垃圾的問題 那全球垃圾的問題啊 呃 這裡面提出一個問題的守文書 就是意思是說 你解決了一個問題結果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那老師之前有提到說 我們之前因為大量垃圾 所以我們用那個垃圾掩埋場 垃圾掩埋場造成了很多的那個土壤污染 可是我們為了要減掉那個垃圾 我們又廣建噴化爐 噴化爐又造成了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空氣污染 所以問題永遠都一直存在 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那這個公共財悲劇 呃 我們這裡講到就是說 欸 那個經濟學上 公共財就是大家 屬於大家 大家的共享的資源 那因為 可能因為個人的私心利益 所以造成那個 公共財耗損減少 那就形成一個公共財的悲劇 好 那那這裡又提到一個就是 欸 人口膨脹的 所導致的垃圾問題 其實跟人口的那個糧食危機 一樣的重要 一樣的嚴重 好 好 那這裡有個那個 外部性內部化 呃 那個 就是外部性內部化就是說 嗯 我們剛剛講那個公共財 公共資源呢 如果因為 因為政策啊 一些法令實行 然後 會變成 可能自己的個人成本 這個意思就是說 欸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 還有個人的私心啊 還有讓 那些共享資源 垃圾帶 呃 共享資源的耗損 就可以減少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那個 例子 那個 不是這個 淡氧化物例子 這個淡氧化物例子 老師上次講過 那我這裡再另外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欸 我們像台北市政府都實施垃圾 垃圾 垃圾徵收那個 垃圾徵收的那個制度 啊這個制度就是說 看你的家裡家庭啊 他的用量啊 他如果是用的很大公斤的 那每個錢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成本就是變成自己個人的成本 不是大家 那個社會的成本 OK 那 回到日常生活經濟學這邊 呃 我這邊再提到一個那個 另外一個例子 那就是保險公司啊 保險公司可能 會意識到就是海岸線就是 自產可能有風險 因為 近年來啊 氣候變遷啊 全球軟化 海平面上升 所以一些暴風雨的風災也 也要列入就是 呃 保費的計算裡面 現在就 今天朝這個趨勢先進 對 那 OK 那這有預警原則跟經濟理論 這就是講說 未來後代子孫的福祉 我們願意承擔某些的那個 成本來規避 未來的風險 那經濟理論提的就是說 我們公平經濟無法提供自己 呃 必要的價值判斷 我們的決定是基於 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 而非基於 將未來貼現的經濟計算 這也就是說 這個經濟理論是 是看事情的對跟錯 不是看 他未來能 換到的現金 或是他的市場價值 那 欸 好 那這裡 呃 我講兩個例子就差不多 那 呃 這是我剛剛 我們同學講到一個石油的東西 石油這個例子 那石油 未來 呃 現在使用 現在使用會比較好 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是對的 但是以生態學 生態學家的角度來講 其實未來使用比較好 因為 他現在使用可能造成的空氣污染 氣候變遷 等環境影響 可能都會 可能會減少下一代的利用資源 還有 也破壞了下一代的環境 那這樣所畫的成本 其實 整體成本其實是比較大的 另外砍樹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那 他同樣也會付出很大的成本 好 來 你繼續 大家好 我是黃婉婷 那接下來我要談好的部分就是 什麼叫永續性 那 書中提到 永續性其實就是 使產業長久發展的方式 一直說 我們不用迴避去使用資源 但是 我們要替未來的世代保留 以我為例 就是 我的夢想就是 住在森林的小木屋裡面 然後旁邊有小溪 那如果我要住小木屋 意思是說我一定要砍樹 可是 砍樹不是可能會 就是可能會 不環保 然後可能就不能永續發展 所以他這個地方 他探討的論點就是 我可以砍樹 可是我要把我所砍的樹木 都做到資源的永續 利用的概念 那談到永續性 我們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那 只有我們永續 不可能只有人類就可以永續 那所以我們就必須探討到 生物的多樣性 那生物的多樣性 那生物的多樣性講的是說 就是 生物多樣性到底有什麼重要 為什麼 要生物多樣性 那這個部分 以經濟價值來說 就是 很多 癌症或阿滋海默症 他們的 治療藥物 或控制藥物 其實是由生物裡面去提煉出來 那如果沒有這個生物多樣性 可能就 沒辦法提煉出這些藥物 那我們 就是 未來再解決 疾病的問題上 就會少很多 可能的 資源 那另外講的是 蓮花效應 就是 荷葉表面不吸水的特性 其實是 奈米效應的 就是我們發展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那些生物 我們就不會去觀察 那我們就可能會少掉一些 就是 可以去適應 未來環境變遷的方式 那永續農業可能就是 其實前面兩個例子就先跳過 就是 他其實主要講說 某些時段 或者某些教派的人 他書中舉說 永續農業的例子 那其他他講說 人口稀少科技落後 或生活困頓的地方 比較有可能發展永續農業 那這個部分 我提出的問題是 難道只有這些地方 才有可能發展永續農業 意思是說 像我們現在就不可能發展 永續農業嗎 那後來我找到的例子就是 其實在宜蘭的苗栗的院裡 那個地方 他有鴨間稻的例子 那這個部分影片我就不播放 那大概講一下 鴨間稻其實是在民國34年到60年 那個時段 曾經盛行一時的 農村的 有點像是有機的方式 他就是養鴨子 然後鴨子他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他可以除草 撕肥跟防蟲 那怎麼除草 就是鴨子在田裡面 就是走來走去 然後會食水混濁 影響那個植物型光合作用 然後就是他也會吃雜草 跟雜草的棕子 然後再來就是 鴨子所排泄出來的糞便 就是經過鴨子那邊 踩踩踩踩 然後他就其實可以達到 施肥的作用 那防蟲的部分就是 鴨子喜歡吃福壽裸的卵 然後再來就是講生態經濟學 跟永續性的關係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要探討 什麼叫牛仔經濟 什麼叫太空船經濟 那牛仔經濟講的是 就是那時候 美國西部的大荒原 那他們還沒開發 還沒拓肯 牛仔很少 但是環境很大 所以他們可以肆無忌憚 使用水資源 使用土地資源 他們不需要去顧忌太多 因為人就這麼少 然後環境這麼大 所以他講的是 經濟學金字塔 比生態學金字塔小 的概念 然後太空船經濟講的是說 講像我們如果住在太空船裡面 那我們所排泄的廢物 包括我們吃的東西 都必須列入計算 因為它有重量 那我們不可能把垃圾排到外空空去 所以我們的廢物 就要盡量可以永續的 就是可能要做很堆肥 或者減少體積 才不會增加重量 所以這個部分講的是說 當我們的人類 或者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經濟金字塔 比我們的環境還要大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想辦法去節約的使用 那達利就提出了總體經濟學制度 他要探討說 到底多少的 多大的生態 才能容納這麼多的人 然後所以他提的就是 把經濟學家的金字塔 放進生態學家的金字塔裡面 就可以永續發展 然後他提出了怎麼做到的方式 那怎麼做到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生很多的人 第二個就是生很少的人 那很多人的問題就是 每個人可能都不能過很好的生活 就只能做最簡單原始的生活 就是可能不能買太多衣服之類 以我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生比較少的人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過比較好 我可以買比較多件衣服這樣子 那事實是全國有60億人口 那如果每兩個人成為一對夫婦好 那會增加小孩就有30億個 但是每個人都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然後科技沒有進步那麼快 所以更好的生活只有很少人可以擁有 所以他所得到的結論就是 一定要還合人口成長率 然後這個部分他講到永續跟平等的關係 那永續跟平等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們要使每個世代都有平等的機會 然後讓資源永續利用 意思就是老師之前講到的概念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現在所有的資源 當作是上子孫借來的 所以我們要就是把這些資源再還給子孫 然後怎麼實踐書中提出兩個方式 那以政府方面就是當然就是少開發嘛 可是這不太容易做到 因為大家都想賺錢 那再來然後就是家庭計劃 就是少生一點小孩 那再來就是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消耗能源或者你使用農藥 可能會造成環境耗損 那你就要付費 然後再來就是保護森林資源 然後由下而上就是 如果你聽完我的報告 你對這本書很有興趣 那我就可以把書借你看 那你就不用少買 你就少買書然後就可以少砍一棵樹 那再來就是分析生活中對能源使用的習慣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 大家的共同的意見就是 其實我們都會知道環保很重要 然後我們都想說要節省能源 可是我們還是會常忘記帶環保塊 所以還是會使用到衛生塊 然後就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那算用自己的技能 就是就我而言好了 就是我自己有在當老師 然後我自己有在教小朋友 所以我就會給他們看正部二度C 或者像之前東西的故事影片 就是還蠻有趣的 然後可以讓他們去想說我們要環保 然後要愛護環境 那這是我們的報告到此前途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當然報告得很好 看這個學者的樣子 各位班老師 第二組 第二組應該是 第二組應該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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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真的這樣很不錯 我們今天錄影場 各位 所以錄影場後呢 錄影場會把它放到我們的教學平台上 所以以後各位在上次報到的 就會在上網會查到我們這樣 這邊讓教學平台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跟錄影場這組的報告 這組報告得很好 我會想請大家在錄影場 在錄影場的報告之後 好 這邊原來構想的 好 這邊原來構想是 你不可能可以八個字都看 但是呢 錄影場看完了以後 就告訴你這個 這個重點是什麼 那 那 好 那 我們這一組要講的是 這個 好 那我們這組要講的是 這個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們今天為了要緊緊時間 所以我們在15分鐘的時候 我會舉手一下 告訴大家盡量 趕快結束 這樣子 然後放大氣 對 那一集你要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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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組要講的是 三豬飛鼠沙克奴 那這本書是怎麼樣的一本書呢 那我們各位同學可以先看一下 封面上的這個 那個塗鴉齁 那它上面畫的一個形象就是 欸 一個原住民 然後呢 他的腰間 他的腰間 攜帶著一個 翻刀 然後呢 他的褲子呢 欸脫下來 綁在這邊 變成一個 那個很簡易的網袋 然後還穿著一條內褲 那他這本書呢 他講的 故事 他一開始呢 他講的是一個 獵人哲學的故事 就是 呃 他這本書總共分成了四個部分 那他其中的 那個 第一大部分呢 就是如同我們封面所看到的那個 就是一個 那個獵人 那他這個獵人呢 他的 獵人哲學就是 與大自然和平共處之道 好 那接下來的 第二跟第三個部分呢 分別是 那個 作者他對傳統文化的追尋 以及對原住民弱勢現況的控訴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呃 關於傳統文化的追尋 他裡面有提到就是 包括 那個原住民 呃 就他銜接前面獵人哲學部分 就是 台灣主人如何打獵 然後 還有他們的一個 小米人的種子 那他們的那個 傳統的那個 神話故事 還有就是 他的那個 長輩們的那個交流 那原住民弱勢現況控訴 這個部分 我們後面會有同學提到 他提到的就是一個 呃 原住民他在社會上的弱勢 還有他們 教育上 的低沉 就是怎麼樣產生的 好 那接下來 第四個部分是 那個獵人在都市 那這個地方他就是 闡述 都市文化對原住民衝擊 帶來怎麼樣的影響 那 就有兩篇故事 然後他分別展現了原住民 他在 都市生活中分別遇到了 怎麼樣的困境 好 我 我第一個首先要講的部分是 獵人哲學這個部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個問題 就是什麼是獵人 我想現在大概在座的很大 很大一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到底什麼是獵人 我們一般人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浮現的答案就是 獵殺動物是很野蠻的行為 就是現在很多的 嗯 電視劇啊或者是新聞啊 他傳遞給我們的一個訊息 就是告訴我們 喔你回去獵殺動物 那你就是一個野蠻的 未開化的人 但是事實上並不是 獵人呢 其實是一種精神 是一種自然共存的法則 當一個獵人並不簡單 他不只是單單的要會狩獵 就是狩獵動物而已 他還要必須有一些 信念 獵人的精神呢 是要與大自然的生物妥協 他們狩獵是為了生存 而不是為了利益 嗯 大家想想看 如果現在我們讓那些大財團 或者是讓一些 比較重視商業利益的人 讓他們去當獵人的話 就 你們覺得這森林裡面 還會有任何的動物存在嗎 因為大家就會永無止盡地 一直獵殺 但是其實真正的獵人呢 他們狩獵 他們只會受一定的數量 他們不會無止盡地 擷取自然裡面的資源 而且打獵這件事情 對於獵人 它有著非常神聖的意義 並不只是單純為了溫飽而已 獵人的哲學呢 是他們把動物當成人來看 他們也把自己想成是動物 就是你只要了解 動物他們在想什麼 了解他們的習性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去哪裡 才能夠獵得到一頭山豬 要怎麼樣才能夠順利的抓到他 但是 在你等待你獵物的過程中 是非常漫長 非常寂寞的 所以你也必須要和 就是和你的孤獨寂寞感 就是作伴 所以當一個好的獵人 他所要學會的事情 就是要等待 這些都是結錄自那個 這本書裡面 山豬學校這一篇的 再來就是獵人的文化 就是當你獵 獵捕到了一隻動物的時候 獵人會對著牠 說一些感謝的話 而不只是像你把牠獵殺完了 哦那就算了 就把牠拿去做成肉乾之類的 他會對牠說感謝的話 因為就是因為有牠的犧牲 所以你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再來獵人家族 會對獵人有很多的規範 對生命尊重 祖先才會給你更多的獵物 如果你對大自然不敬的話 你可能這一隻山豬 就是你這一輩子獵的 最後一隻山豬 你再也不可能在森林裡面 看到其他的獵物 因為你對生命的不尊重 所以祖先就犧牲 就決定不給你更多的獵物 所以獵人他不僅僅是獵蝦動物而已 它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精神 對 然後接下來要講的是原住民的自我認同 然後我要講的是原住民的自我認同 那這一段可能要稍微有一點跳脫出就是書的部分 然後就是從原住民整體的演變來看 那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分成就是三個部分 一個是就是從歷史的演變來看 然後再來是說我們可以看就是現代原住民 然後他們要怎麼樣從就是肯定啊 然後變成否定的過程 那這一段我會舉一個就是還我姓氏運動作為例子 然後再來就是分析一下就是經濟 就是現在的經濟結構下 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原住民就是學童 他們學習成就都非常低落 然後這邊就可以回到就是這本書中 其中有一篇是英人 然後裡面寫到了就是薩格隆他堂弟 然後怎麼樣看待就是他自己 那首先我們就是從就是歷史的演變來看 這邊又可以分成就是第一人稱模式 第三人稱模式 然後還有就是交互對話模式 我們首先先看第一人稱模式 第一人稱模式它是一個早期的傳播文化 就是以原住民本身族群為主體的傳播文化 那他們是以就是口傳的方式進行 可能就是前輩會告訴你一些我們這個組裡面的一些禁忌啊 或是傳統文化 然後或者是以一些就是歌舞或祭祀的活動 他們會告訴你就是他們歷史的發展 那因為是口傳 所以他們的傳播反而就不是很大 就變成可能只限於在就是他們這個族群 然後或者是根本就只在就是這一個後山的部落裡面 所以他們人跟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緊密的接觸 然後而且他們的就是我告訴你這個訊息 然後你接受我這個訊息 這中間我們彼此都是原住民 然後我們在分享我們的經驗 這是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 原住民在敘述原住民自己我們所謂發生的就是人事物 然後所以是一個就是第一人稱 就是原住民在敘述自己的模式 那當外來者來了之後 那他們帶來一種東西叫做文字 那文字那變成說是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 然後他們在記錄原住民說這一群人他們就是做了什麼 他們做了什麼 那其中就是我們大家應該讀過就是認識台灣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歐洲人啊 然後也有漢人和日本人還有國民政府 然後這些人陸續的來到台灣 那漢人他們就是記錄當初就是可能就是說原住民 他們都是一些就是未開化的野人啊 然後就是拿著長毛在山裡面到處跑 然後去捕獵非常的野蠻如毛硬血 然後也有人說什麼喔他們非常的純樸是葛天氏之名 然後過著就是悠有自然的日子 但是這些有一大絕大部分都還是為了就是去宣揚漢民族的教化 去彰顯就是漢民族自己就是立於比較高的地位 我們用我們的角度去評論你們 然後再來歐洲人大家可能覺得說 喔他們帶來了就是新港文 像原住民紀錄這些東西啊 可是新港文當初就是傳教士啊 他們只是希望說可以用他們的原住民的話語說出 就是基督福音就是很美妙 所以他也是為了我而不是為了你 然後才創造就是這個語文 然後再來就是日本殖民時期 那這時候就把一個所謂的國家意志帶進來 因為當時日本本來是打算就是長時間要利用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當然一定要馴服原住民 所以他們就可能就是用社會學啊天野研究的方式 然後希望可以就是教化你們就是這些野人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有黃民化運動 那再來就是平地那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改就是日本的姓氏啊 然後說日本語希望你成為我的子民 然後在這邊他們也進一步的希望就是原住民 然後可以去為帝國服務 所以我讓你們就是用黃民化的方式去開化你們 然後到了國民政府之後其實就是狀況也並沒有變得比較好這樣 因為就對於可能就是作為平地的漢人來講可能就有變啊 我回歸祖國了這樣子 本來統治我是日本人 現在統治我的就是我的中國人 可是對原住民來講你們換了這麼多人 然後你們都不是我們自己的人 你們都是就是外面來的就是統治者 所以黃民化對國民政府來了之後 只是把黃民化變成了山地平民化 對他們來講並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喔好快一點 然後到了就是後面就是文化傳播以後 現在因為就是多元文化嘛 然後大家都在強調就是本土意識 就是我們要愛自己的土地啊什麼的 所以原住民的就是他們本土意識 就是也因為了接受光復以來所有這些教育 然後他們後代也可以就是使用漢語 然後他們也可以有能力來就是用漢語來記錄我們自己的歷史 而不是讓你們來記錄我們 所以他們現在也漸漸的開始就認為說 我們要自己就是記錄我們這些民族 我們這些就是少數民族的事情啊 讓你們漢人知道你們當時對我們的紀錄是錯誤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決例子就是 環我姓氏運動然後跟原住民學童的低成就 那環我姓氏運動當時就是原住民運動人 原運人士他們對於就是當初國民政府來了之後 然後我對原住民他們要求他們說你們 本來被改成日本姓氏 那我們現在你們就去我們這邊 你們可以改回原本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們的名字不雅或者我們認為不妥 你就要重新的就是用遵守中華文化方式去命名 所以就變成可能當初造成了很多 就是兄弟姐妹就根本就不同姓李 姓張我姓黎 然後我們到底是不是同一家人不知道這樣子 變成非常混亂的情況 那所以說他們就發起了這個環我姓氏的運動 希望可以讓原住民找回自己名字的意義 那當時就是原住民他們的每個部落 除了部落那以外 然後還有可能這個家族 然後就有自己的就是家族名 那他們的名字 然後我可以告訴你說我是哪一個家族出來的 那我做了什麼事情 這都是對我家族一些榮耀啊什麼的 那所以說而且就是很多人也會覺得說 對對我是原住民 所以我要用原住民的名字很好 可是他們卻遲遲不去做回覆 就是為什麼那是因為 就是後來雖然就是我們已經通過了 就是可以讓你們修正你的名字 可是就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用原住民的名字一走出去 大家就會覺得我是一個原住民 然後大家都覺得原住民是很可恥的 我會不會被壓迫 會不會欺負 我小孩會被歧視或是什麼的 然後所以說就是會牽扯到一些 現代社會上人際互動的問題 然後所以就使得這個運動 就遲遲的就是沒有辦法被全面普及的推廣 然後再來就是原住民絕同的第一成就 就是他們大家會覺得好像原住民的小朋友 就是學業成績都不佳啊 然後就是都會輟學 然後會有引起許多問題 像這一本薩古諾書裡面提到有一篇 就是英人就描寫他的堂弟 他堂弟就一直對自己說 就是喔我就不適合學習 我這一輩子我就可能就只能去當模板工啊 然後去做粗工啊 我就只能做這些事情 我就沒有那個腦袋 然後我不能夠像就是那些讀書人這樣 我就是做粗工的命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這個主要就有牽扯到就是 學校跟社區的梳理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們部落裡面那些小學資源可能缺乏什麼的 那而且很多老師他們可能不能了解說 我們要怎麼去教育就是這些住在山裡面的小朋友 然後去了解這些平地來的知識 這些國語數學之類的東西 所以就會變成他們就是學的不好 學越不好然後他們自卑感就會越重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個就是這個作品其實就是衍生出來 還有就是作者他還做一個就是走風的人 就是他講的是他獵人父親的故事 然後再另外一個就是同名電影就是山豬飛屬薩克諾 然後他是有改編的 然後然後我有那個影片然後可以播給大家看 就是預告片 啊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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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唷可以耶那就先看這個吧 啊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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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后面就是有访问那个导演的部分 然后这个导演很特别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香港人 然后其实他就是大家就觉得 诶居然是一个香港人然后来拍这部片这样子 然后这部片其实没有就是在台湾没有上映 然后可是在国外其实得蛮多奖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有兴趣的话就来跟我们拿好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报告 嗯那个那我现在赶快来讲一下就是原住民跟那个 就是这本书里提到就是原住民跟大自然的一个关系 然后就是大家听我讲就好我尽快 就是像在前面就是一开始的章节 就是像他一开始讲到山羽卡马 那他就讲到说里面提到就是飞蜀大学啊 山猪学校啊还有猴子大王这些 就是就是原住民的特色就是他们会用人类的方式去解读就是动物的行为 然后像是说飞蜀大学他里面就讲到说那个萨可鲁他小时候跟他爸爸一起去山上打猎啊 然后遇到一只就是很聪明的飞蜀 就是他可能会从很多的不同的树洞就是 他可能会留后面的树洞做一个后门 然后就这样子跑出去 然后像那个萨可鲁他爸爸就会说 他爸爸就会觉得说 哦这是飞蜀可能就是他上过大学 所以他很聪明学过一些什么逃生术啊之类的 就是他跟一般的飞蜀不一样 因为他比较用功那直接下来就是像山猪学校 他这边就是讲说萨可鲁他跟他爸爸一起去猎山猪的时候 然后他爸爸就在路上跟他讲说 哦为什么有些山猪他们会被陷阱抓到 然后他的爸爸的解读就是说 因为那只山猪可能很懒惰 就是他不喜欢上学 所以他就没有教到就是山猪学校里面 就是老师教他们如何逃脱掉就是猎人的一些捕捉 然后因为讲到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把山猪假就是他会把动物假想成很聪明 然后会学习就是他就讲说像他就 爸爸就假设说山猪可能就是会把猎人的档案做一个编号 就他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就是猎人可能就是猎人一号啊猎人二号 然后可能谁很危险我们要避开他 就是山猪学习的一种模式 然后像他这边猴子大王也是就是用女人的方式去讲猴子的感情世界 就他里面就讲到说猴子大王可能学三个老婆 然后就三个老婆各司其职这样 然后他里面讲到的是 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是说 就是有一天他的三老婆就是被猎人抓走了 然后他就是猴子大王就很伤心 然后最后就是他的娇妻就是被萨克隆的爸爸救回来的时候 猴子大王跟他整个族群都很感谢他 然后他就就是你从这三个故事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原住民的世界观还蛮有趣的 就是他们会他们会就是把自己的一些 就把人类的一些行为模式去跟动物加以融合 然后就把动物想象成跟人一样 有自己的思考啊然后行为模式 就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就是后面还有讲到说 除了动物之外 其实原住民对于就是万物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解释 他们都把万物就是就是等于说 他们会赋予自然万物一些特别的意义 那里面就有讲到就是在燕的故事里面有讲到 还蛮有趣的一段话 就是说他说生命中任何事物都有人性化和生命化的一面 这是他的外婆告诉他的 那外婆跟他讲说就是像燕啊会说话 那风有颜色 或是说黄昏飞来的黑鸟是竹林变的 像当小米像波浪摇荡着是表示死去的亲人在小米上跳舞 那如果你深夜害怕时可以起火让烟飘起 让竹林来找你 就是他这边就是把整个自然万物都跟他们的一些就是像祖先啊什么的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像他就讲说他这边的举一个故事说 比方说当你在小米园里看到一些就是现象发生的话 其实那不是自然现象那是你的就是祖先啊或是什么的 他们因为就是担心你然后过来看你 然后像我觉得他们这种对于动物啊对于万物的一些思考模式 其实是就是都市人你很难去体会的 你就是可能从来也不会想到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那我觉得这是就是大家如果看这本书的话 可以就是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原住民对他们另类的世界观 好 前面要出来了 前面就是 好 这本书他一开始提到很多守夜行为 那守夜其实不只是收拾的行为 他更是一种文住民的文化活动 他在过程中必须懂得尊重自然界的生命 那了解如何跟大自然和平相处 那就如我们刚刚同学说说 他们就是把人放在自然界之中 而不是把人放在自然界之上 那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原住民传统文化 那他因为现代化冲击大量流失 所以不管在道德上或是实物上 就我们应该要学习原住民他们如何 呃 跟大自然和平相处 就我们学习他们把人放在大自然之中的那个精神 就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认为原住民文化就 呃 应该是要被保存的 好 然后以上是我们的结论跟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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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能讲说你蛮好的 他刚才能讲说 呃 第二个人到底是 他做的是什么 是怎么做的 其实会想他是在 他若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想看 我们生活到每天我们就在吃饭的 我们练的就是差别的 好 你吃的肉是怎么来的 好 那你不用心思 就因为最感到杀了 杀了来吃 那时候每天我们在一吃也是有什么话 所以他刚才知道 我觉得这个你讲的蛮好的吗 而我也蛮放心的是 就是好像感觉很出现这些同学 对我们很深的一个感动 其实他介绍有蛮精彩的经典 所以其他同学也可以思考看看 对原住民文化的一种尊重甚至体验 我们给各位下课 八分钟 下课准时开始讲话 好 现在有些人请